有一天就突然頭痛欲臉 醒來之後 你發現你就是動不了 全身動不了 現在不是要完蛋的時候才叫完蛋 哈囉大家好我是查理 今天的影片呢 要來幫我的好友大改造 就我的好友呢 Angela很久很久以前 她有出現在我的影片過 然後她其實之前呢 去英國念書了 所以她消失了很久都沒有出現 可是她現在呢又回來台灣了 因為她的人生呢 經歷了一點 重大事件 所以導致於她最近呢 覺得很失意 她已經一年都沒有好好認真打扮了 所以今天呢 要來幫她大改造 就是要幫她化妝啊 還要幫她換衣服啊 希望可以找回她原本有的那種 打扮的美美的自信 所以我們現在來歡迎Angela 嗨大家好我是Angela 謝謝查理貼心的介紹 嗯 那我現在就要先幫你化妝了 好 那我邊化妝的過程中呢 再來聊 就是你最近到底就是消失到哪裡去了 現在呢我先幫Angela上個粉底液 然後其實她本來是住在台灣 然後她就抽到那個英國打工度假簽證 然後就開開心心的去英國了 沒想到 得了 真的得了我不知道說什麼 沒想到就發生了一些 沒想過會發生的事 我才剛去沒多久 然後有一天就突然 頭痛欲裂 就被送醫 然後就 腦開刀 就是才去英國四個月以後 然後就忽然發現自己頭很痛 然後就沒想到住院就開腦部的刀 最誇張的是開刀就算了 開完刀之後 你是醒來之後 全身動不了 現在不是要完蛋的時候才叫完蛋 我那時候真的心裡想說現在還比較完蛋 一醒來忽然覺得 為什麼身體動不了了 對 自從這件事情發生以後 就是你也就是不想要打扮 也不能說 因為你就覺得你連走路不能走了 為什麼還要打扮 真的 就是 你完全不可能自己走路或者是站人 連自己站著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的時候 真的沒有辦法多餘的心思想要打扮的看起來 像人類或者是什麼之類的那種感覺 我現在用的就是這個黑眼圈 擦擦筆 先用在眼下就是下的地方 還有就是鼻翼泛紅的地方 那現在底妝化好以後呢 接下來要上眉毛了 那今天用的這一支眉筆呢 它總共有六個顏色 那這一支眉筆的筆頭呢 是這樣子 水滴形尖尖的 可以用尖端的部分來描繪眉型 Angela的眉毛修的是比較偏上的 我現在的第一步驟 先用這個尖端的地方 畫出下面的 線 一般的眉筆都是用眉粉 可是這一支呢 它是眉膠 所以它是膠狀的 然後畫到眉毛上的時候呢 它就會畫為粉狀的 我很喜歡它有附這個梳子可以這樣刷 然後你刷的時候就可以感覺到 它其實跟一般的眉筆真的不一樣 因為一般的眉梳就是 偶爾感覺在梳頭髮 可是因為這個是眉膠筆的關係 你會覺得你的眉毛會有那種 被梳起來 立正戰豪的感覺 就是 光是在塗上去的時候 就跟一般的眉筆很不一樣 對 就是這個過程中 我完全沒有畫染眉膏 可是它眉毛顏色就有變了 你們看 它現在有畫眉毛的那一邊呢 是不是看起來 側面看起來 眉毛已經很超立體 正面看完了 我覺得你的眉毛有點帥氣 因為本來它的眉毛是比較稀疏 然後畫完會變得比較 往上的那一種 所以看起來變得比較帥 那Angela的眉毛畫好以後 現在換我來畫 然後這支玩弱正美的眉筆 我自己已經用很久了 就是用了超過半隻了吧 因為它真的很好畫 然後底線畫出來 我才會慢慢的 填補空隙 然後我填補空隙的方向 像是由下往上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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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稍微有一點點填補好以後 就開始畫上面那一條線 用這個梳子把眉毛膚順 before跟after 有眉毛跟眉眉毛的差別 就是用眉膚筆我覺得最大的感覺就是 真的可以讓你的眉毛就是立正站好 然後顏色 顏色也會比較均勻 好的那我現在兩邊的眉毛都畫好了 給你們看一下 真的可以看得出來你的顏色真的是比較黑 然後我比較偏深咖啡的顏色 可愛 真的上上去就變得超可愛 你需要的是一個 腮紅 腮紅 讓人瞬間戀愛感暴增 你不覺得嗎 有 棉花棒暈染一下他的嘴唇的周圍 那我現在要來幫他畫眼影 這個眼影我不知道現在還買不買得到 這是果汁盤眼影 先用這個色 就我只是想要幫他畫一個比較沒有那麼誇張的顏色 就是日常色就好 會用一個暈染刷 就是沒有顏色的暈染刷把它 周圍暈開來 這樣子比較不會有色塊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這樣就夠了 眼影就這樣結束了 好恐怖喔 我在你旁邊真的看起來臉超大 就頭很大 可是我覺得 我在你旁邊看起來好黑喔 這是我唯一的優點 淡出那個鏡頭 因為覺得自己的臉太大 太誇張 現在呢 夾完睫毛後要來上睫毛膏 然後這一支是MAYBOLIN新出的 睫毛膏 它的刷頭是長得很像疤 中間比較細 外面比較粗 然後我覺得它算是濃密型的 這個睫毛膏 它的睫毛長出來了 那現在化妝的最後的步驟呢 就是要來上蜜粉 我用的是FITME的Fair這個色號 這個蜜粉很棒的地方 就是本來臉上可能會有油光啊 化完以後都會立刻被吸光 改造以後的樣子 就是我幫它弄完頭髮以後真的覺得 哇整個人變得差很多 對有換一個人的感覺 對 非常開心 我覺得這個髮型 神清氣爽 這個髮型在你身上看起來超時髦的 最驕傲的是眉毛 我真的覺得我眉毛畫得很好欸 我要做明明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這個眉型就是完美的眉型欸 就是很有個性然後又有一點彎度 因為我很容易看起來很兇 嗯 但這眉毛完全不會 嗯 然後因為就常說有一點點帥 對 但通常我有時候看起來帥的時候就會很兇 可是這不會 就是還是有點柔和感 對 所以我覺得它很厲害 我覺得那一支宛若真眉的眉筆呢 它的優點就是可以讓你的眉毛這樣立正站好 然後再來就是它可以讓你的眉毛的顏色變得很均勻 對 嗯 然後對於睫毛膏咧你有什麼感覺 有我覺得睫毛膏它的質地也會讓你的睫毛 然後站得很好 本來仰慧的睫毛這樣 對 嗯 我可能不會那樣形容起來好 哈哈 有變得更立體 就是整個看起來會更有精神啊 我覺得整體上 好的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